在杨潇的心中 你永远是夜空中最亮最亮的星星 孫心痛心哽咽道别周海媚 外流病例嫌犯抓到了遭行政拘留 最美周直落已成绝想 一天同容记的演员也陆续哀悼 其中饰演张无忌的马景涛 在微博晒出多张和周海媚合作的剧照 并倾晒手写信 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境再相会 深深逝世仿佛是昨天 最后以角色署名 你的无忌哥哥和韩兴近道 我是杨潇 你真的是潇洒走一回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只是太突然太突然 世界上那没有不散的演习 如果既定是事实 你就好好地享受此刻的宁静 然而坚强勇敢地 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继续笑看人生 再闯静点 在杨潇的心中 你永远实验夜空中 最亮最亮的星星 海媚 我们永远永远爱你 一路好走 丞翰周海媚合拍广告的 绯闻男友李贵甫 更在抖音晒出一段爆哭影片 并发文怒向周海媚助理 没有照顾好她 你们太无耻了 遭网友质疑实在趁热度 她也随即发文反驳 不论是灭绝师太还是周梓若 周海媚都美得不像话 如今生前患有 红半性狼疮的病史却被揭开 微博更疯传一张 周海媚生前的真实电子病例 表示周海媚到院时意识丧失 全身僵硬冰凉 而且清楚可见失斑 让不少中国网友怒哄 人都已经去世了 还这样赤裸曝光别人隐私 中国官方也随即介入调查 14号宣布已经抓到人了 还是医院员工 纯粹是为了炫耀才泄露资料 目前已被暂停职业 以及行政拘留 你好 圣诞跨年又到了 你们想齁 圣诞跨年要出来过了吗 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 比方的话呢 有准备的礼物 要跟大家交换一下 用点心思 用点情感准备的 厉害啦 马上下载 娱乐新闻APP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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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 更加投票 请到三立新闻网 在投票参加 上三立新闻网 投票 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 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 我的礼物非常好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礼物哦 下载娱乐新闻APP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